很多朋友问我 他精心写的作品为什么不能入展呢 我首先要问你的是 你的书题选对了吗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 我去请教启功先生的小故事 有一次我拿着书稿去请教启功先生 他看着我用颜凯写的大风歌 问我 你知道这首词表达的是什么情绪吗 我答 这应该是作者表现自己的豪情壮志吧 启先生说 对啊 这个楷书能抒清大义这个内容吗 我这才恍然大悟 书体的选择在书法创作中是这么重要啊 为什么善于写楷书的颜真卿 记者文稿却是沉于博大的情书呢 为什么苏东坡的韩石帖 既有沉重又有洒脱呢 书法的外在形式对应的是书写者内在的情感状态 我们写李白的早早白地成 就要写出青州已过万重山的洒脱和流动 写经文和碑文的时候 我们就要写出敬畏和稳定 欲情欲书才能成就一幅好的作品